职场关系课 上一讲给你讲了如何称赞别人 称赞是给别人好意 这件事情不会特别难 这一讲我们要探讨一下五个锦囊中的难点 职场上如何求助别人 为什么我要专门拿出一讲来讲求人 因为在职场上 求人帮助不仅不是示弱 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集方式 你会在求助过程中展示自己的品行 智力和魅力 会求助的人能拉近和同事的距离 能找到别人替自己分担繁重的任务 收获经验成为未来的领导者 不会求助的人会在不该开口的时候求助 损伤关系 在需要求助的时候甚至会放弃求助 把自己陷入到危险的境地 那怎么才能正确的求助呢 其实在生活当中 托别人帮忙办事 对方能否答应就是两个因素 第一是交情的亲疏远近 第二是有没有利益的交换 在生活中求人基本上是七分实力 三分关系 你手上资源越多 看上去实力越强 越有本事就越容易有人帮你 职场上求人 实力和亲密两点仍然适用 但是职场的特殊性在于 求助者和被求助者 彼此之间更加熟悉 更加了解 所以你很难指望从吹牛 夸大 隐瞒 这种小伎俩当中获益 不仅如此 求助者和被求助者的关系 也更加脆弱 双方随时可能成为对手 卷入竞争关系 具体说来 就是日常帮小忙可能会有很多 但是帮这种有竞争 有风险的忙就会很少 职场求助的时候通常会犯哪些错误呢 我曾经收到一位K同学的留言 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和女同事M是同一批进的公司 培训的时候就在一起 一起吃食堂 我还借他抄我的培训笔记 后来我们分到一个部门 互相帮助 合作的也不错 最近我们部门要提一个副主任 我们俩都有希望 但是另外一个男同事也有机会 我想让他支持我 另外再有两人也支持我 我们就能赢 他当时是答应了 但是后来看投票结果 他应该还是自己想赢 所以这个票就分散了 最后男同事得到了这个机会 这两天他又来拉我一起吃饭 我心里面很矛盾 我不想跟他闹太僵 但是我又特别痛恨他的背叛 熊老师我应该怎么办 K同学和这位M的关系破裂 关键在于 K没有认识到几种求助的不同 有一种求助是拉近关系用的 这就是破冰式求助 借给对方笔记 这就是破冰式求助 人工制造出一个小小的人情债 求助之后向对方致谢 就有了更深入的这种交流 还有一种求助是日常分担工作 这叫做分工式求助 你的字写得好 给客户写节日卡片的事情 我就拜托给你 我的表格软件用得好 那我就帮你做表格 这两种求助都属于非竞争性的求助 只要总体来往保持差不多 求助和助人会让你们保持彼此良好的关系 但是当K同学去求助M的时候 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怎么样 出现了竞争 前面我们说过 现在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 是对手关系 向有竞争关系的人求助 我们称之为选票式求助 这是最容易让同事反目的一种求助 提升职务 平支撑 平先进 或者说一些单位分房 给子女安排工作 涉及到争取这类机会的求助 都属于选票式求助 选票式求助 如果发生冲突 大多数情况是双方对这个机会的认识不同 比如K的想法就是 我平时帮你不少 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不肯帮我呢 但是作为M 他的想法可能是 平时大家是互相有帮助 但是还不足以 让我牺牲自己的机会去成全你啊 所以要解决这种困境 就是记住八个字 放下历史 勇于开架 什么叫放下历史 你之前对对方多好 你都先别想 在竞争关系开始之后 一切恩义清零 什么叫勇于开架 你要考虑 如果对手支持你 你能够给他多大的回报和好处 所以正确的姿态就是 第一步就先挑明两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这次竞聘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都有机会 这就是先肯定对手的实力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这是温习和确认彼此的交情 一个人先被提升 比两个人斗 让其他人坐收鱼翁之力要好 你看 这个时候你要再提出结盟的建议 这次评选的标准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更合适 所以我想请求你来帮我 别管这事成或者不成 下半年的平直称 我都会全力来支持你 最后你一定要明确的提出 你的求助需求和交换的条件 这话说的越明白 越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可和支持 这坏的求助是什么样子呢 过去跟他说 嗨 你看你反正也没啥机会 你要不干脆把票投给我算了 就算真是这个局面 你也绝对不能说这个话 这一句话说出来 侮辱了对方的能力 也侮辱了对方的善意 还有的人是喜欢翻旧账 咱们俩平时这么好 你这次肯定得支持我呀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在说 我平时养着你 所以我这次不准备付出任何代价 我准备白吃你 这么说话的人 一般来说平时对别人也不怎么样 所以只要你进行这种选票式求助 下次我会还你这种表态 就比这次我要吃你要好很多 还有两种求助 是比较少见的 一种是包庇式的求助 一种是拯救式的求助 包庇式求助就是 我做错事情了 被别人知道了 希望对方不要声张 拯救式的求助是我遇见的大麻烦 希望你能够伸手来帮我挽救局面 这两种求助都是高风险求助 被拒绝的可能性很高 你看这几对错误都是职场上求助的大计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求助呢 我来给你几点具体的建议 想要别人心甘情愿的帮你 你要注意一下这几点 第一选对人 第二选场合 第三是选时机 第四是避免中间人 第五是多念好 这是什么意思 我来详细给你解释一下 第一是选对人 就是你选择向谁求助 在职场上一个困境 我们往往可以选择好几个人来求助 以前我就遇到有同学的留言 我要休假 我手上的工作可能要拜托给同事 我是应该托给新来的业务不熟练 但是很好说话的同事呢 还是应该请托一个刻薄严厉的资深同事呢 这就是一个选择求助对象的场景 这种场景之下 你一定要先分析我们的职场三原则 安全原则高于一切 一个不熟悉业务的新同事 如果工作失误 烂摊子还是要你来收拾 新同事也会被你连累 第二是选场合 除非是这种破兵类的求助 不然的话尽量要采用一对一的沟通 一对一的沟通是方便对方拒绝 因为有他人在场的时候 被求助者会感到额外的压力 最糟糕的一种求助 就是当着共同领导的面 开口用大道理去压对方 这种绑架来的帮助行为 可能会带来深深的怨恨 如果你确定要用这种办法 一定要赶紧给对方一些善意的表示 越客气越好 第三是选时机 如果确定一件事情是自己无法摆平的 那越早求助越好 一方面早点开口 别人帮你会更容易 另外一方面早一点求助 是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办 这是一种信任的表示 别到最后关头 再去抱别人大腿求助 这是在为难别人 既然一定要求助 赶早别赶完 第四点是避免中间人 生活中我们托一个不认识的人办事 帮忙 一般来说我们都要麻烦一个中间人 但是在职场上不要找中间人 如果和对方不熟 你又求到了对方 就说明对方对你非常重要 与其托别人去开口 不如趁着这次就和对方多接触 不要错过大好的机会 第五点是多念好 只要同事光明更大的帮了你 就要多提这件事 称赞对方的狭义行为 哪怕日后成了对手 在这里要强调一点 帮忙的人没有真正的不求回报的 如果你不能够当面称赞对方 那就逢年过节的时候 把这种感激的话多说一说 帮你的人以后一定还会再帮你 因为你的成绩里有他的贡献 好 刚才说的是怎么样求助别人 有求助就有被求助 被求助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 在职场上遇到同事求助 还是要分情况 首先破冰式的求助 一律要帮 其次选票式的求助 考虑三件事 你的机会大不大 他的开价好不好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懂得尊重别人的人 对一些日常求助 比较难以把握 但是我给你总结了四个不帮 举个例子 有个朋友跟我提到他们公司的一位同事 这个人张嘴就会得罪人 他曾经跟别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们部门的某某 有什么视频网站的会员 你跟他说一声 让他借给我 我想看最新的电视剧 我们知道这个借账号是有风险的 对方刚刚面露难测 这个同事立马就说 他上回都借给别人了 一定能借给我的 然后他就紧接着说 你看你 求你件事 一百个不乐意 算了不求你了 这就属于最差劲的求助者 他犯齐了四个不帮 四个不帮是这四个 第一 不划算的不帮 这个人在贪图迎头小利 一个月的视频会员 也不过十几块钱 而你如果要帮他这个忙 需要至少解释半小时 他觉得你的时间不值钱 第二 是二手的忙不帮 这件事你还要再去求别人 搭人情去办事 这个忙就没有必要帮 第三点叫 比价的不帮 他都把账号借给那谁谁了 也会借给我 说这种话的人就不要帮他 这种人是把人际关系 看作菜市场买白菜的人 你四毛钱卖给他 你也得四毛钱卖给我 这样去比价 会让对方感到非常的厌恶 第四 被拒绝说刻薄话的人 坚决不帮 对方不帮忙可能有自己的苦衷 但是求助不被答应 就说刻薄话 这种人教养极差 而且以自我为中心 你可以对他客客气气的 但是不要再帮他的忙了 你看 这就是帮忙这件事的真相 你最该关注的是 求助的人的人品 或者脑子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要求助的时候也是一样 表达清楚一点就已经足够 我是一个正常人 我知道感恩 这一讲我希望你一定要记住 职场上的求助要诚恳 不要耍花招 而且最重要的是 要给对方提供拒绝的选项 在这里给你出一个思考题 别的部门的同事工作失误 有了一个披露 这可能会影响他平忧 他希望你能够进入公司系统 帮他修改一个数据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风险不高 但是如果他坦白了自己的错误 也不会付出太多的代价 试着你一个回复 写在留言区 我会挑选典型的回复来评价 下一讲我会给你讲一讲 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 有恩必报的人 我们下一讲见